直播8月28日续,北京时间今天凌晨,一甲第二轮,罗马主场3比3战平亚特兰大,迪弗朗西斯科在比赛中上演了激情庆祝,上半场,红狼军团在先进一球的情况,下背对手连番三球,主帅迪弗朗西斯科在比赛中多次吹机器补锡玻璃,好在他们下半场大局上, 一加上,弗洛伦和马诺拉斯先后进攻帮助球队获得一场平局,比赛进行到第82分钟,当马诺拉斯打进番评比分的一球时,迪弗朗西斯科直接上演了脚踢加拳击,发现心中的不快,由于多次录拳替补锡的挡板,迪弗朗西斯科手拆绷带,出席赛后的新闻发布会,他表示自己对球队上半场的表现非常不满, 我们的思维和足球都太慢了,罗马主帅说道,谈到自己激动的举动,他说,在比赛最后时刻我只想保持专注,在当时我太气愤了,最后十分钟我希望球队保持平衡,但我们踢得很业余,小板凳。